远赴越南拍摄的2023香港小姐竞选 16位佳麗这日齐齐现身越南汇安的度假区 首次以三点式泳装示人的佳麗们身材fit爆 在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下 将健康美态完全展现 特别是3号的邓海文 6号的胡锐咸 9号的潘明船 16号国配文 17号黄敏池的身材最为突出 而佳麗们在等待拍摄的期间 都不忘在这个美景自拍 练习影响表情 我们娱乐新闻台都趁这个机会 找他们聊聊天 为了穿泳衣 不少佳麗事前都下了很多心机做准备 到你们了吗?现在拍摄了吗? 是呀,在等着 在等着 在看着的姿势是吗? 是呀 昨晚睡得了吗? 昨晚我们都… 我睡得了,太累了 我都睡得了,一戴下床就睡着了 忍着不吃东西 是不是整班姐妹今天是第一次 一起穿的天理 我第一次也有穿的 也有穿的 但当时也能练得穿的 是呀,当时也很陌生 但当时应该是害羞很多的 是呀 那时不懂的,不懂的 现在就好很多了 是呀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们对自己哪一部分最有信心 最满意 鎖骨吧 鎖骨 现在可能没什么了 没办法了 有了,立即出来了 手,手,手 手 对呀 因为头眼睛 手,手最漂亮 对对对 手 鎖骨呢? 鞋 175 鞋 鞋 鞋不漂亮,哪里漂亮的 对呀,哪里漂亮的 如果要说,很多都有人赚了 我有腹肌,但我又没什么特别练 所以都… 很强劲的腹肌 你没有很练吗?自然伤出来了 很厉害 很厉害 那接下来吧 我觉得身形是平均的 因为身形也算是比较高 我都差不多一米七三 五瘦 整个人的线条可能也很均匀 对一众喂食的佳黎来说 最难的一定是戒口收身 不过16号的Juliana 和9号的Michelle 两位喂食之人就自爆 自己忍不住口 昨天一天都没吃东西 这么厉害? 对,对,对,对 我真的胖了很多 现在刚刚吃了很大的一个面包 我最难就是缩肚子的位置 就是有露營的时候把肚子缩 然后没有露營就休息 昨天晚上我和Michelle 她晚上叫了一个房间服务 吃汗母包 对,我们两个好像是12点半 是 我们吃完了 现在的汗母包其实还在肚子上 其实没有消化 对,在香港做了 还陪着你一起拍摄 对,真的 官网上周一开始进行 你最赖的深水佳黎投票活动 首周结果 暂时头五位是17号黄敏 16号郭佩文 13号陈晓彤 15号庄子船 12号梁晶晶 佳黎们自第一轮面试开始 就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有整评也有负评 而他们这日也有分享自己是如何面对一些网络评价 其实也是的 因为其实他们说话 他们说什么都不能干预到 而且就算干预了也会浪费自己的精神 我也不提 不提的 我觉得做自己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 其他人是 不 就是看你的常言 或者是采访 但是他都不知道你真人是什么样 是 我真的觉得做自己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我家人 我朋友都很支持我 是 我就OK 我就继续努力 嗯 是 我也是 尽量不去看一些不好负面的留言 因为有人喜欢你 有人一定不喜欢你 是 我都不想这些留言 影响自己的心情 而早前因处理家事 未能前往越南拍摄的十一号周庭 就因为至今仍要处理家事 而未能前往越南 及未能参与一连串赛前集份活动而退选 大会也接受周庭的决定 并鼓励他继续努力 期待他来年再参选 未能参选